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地方 来看到这个这个脚本 看这脚本啊 这脚本我们可以把它放到CS里面 好 看到这个地方 他打印了个叫logical start 打印了这么一句话 是一个man函数 这个man方法就是Lua的入口方法 所以说提供了这么接口 你就可以在Lua里面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跑一下 好 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叫logical start 就他 那不信我们再换一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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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轻掉了 是吧 logical start一一 在这就打印出来了啊 甚至我在这 来我这个也可以打印啊 这是Lua代码了 就跟你们跟你们昨天写的东西一样的 那么Lua代码我们就可以写比如说 Arrow Print Man Coming 或者说是Arrow 我可以报个错 Man Coming OK 好那我们就来启动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报了个错 ManComing还给我报了个错 ManComing 我们就可以在这随便写什么东西了 随便写什么东西 好现在我把这个东西给干掉 干掉 好现在我就写我自己的代码 好现在我们怎么样去写呢 这个入口函数有了 就插Toolool 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入口函数 那么这样就C夏普就掉落了Lua里面的东西 好现在我们就要解决两个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 一个是Lua怎么掉用C夏普的东西 C夏普里 这是我们也掌握的第一个 第一个技能 好 现在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在里面生成了一个Rap文件 叫GameObject对不对 有GameObject的这个东西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能使用的东西了 哎 比如说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就写这么一段代码 啊 Grade 是这个Unity的GameObject 我在这个地方创建一个Cube吧 Cube 好 然后我给它做个标签吧 标签叫Player 标签叫Player 好 然后我们调用什么呢 这里面的东西 UnityGameObject 看到Rap文件啊 它的Type是UnityGameObject的 好 现在我就调用哪个方法呢 我就GetGameObject 为之Tag对不对 FindGameObject 为之Tag 点 啊 这个是应该是 是点 啊 点 静态方法都是用点 啊 动态方法是用冒号啊 啊 记住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选择的是 是不是Player对不对 啊 Player 好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查找出来的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一个Cube对不对 OBG 好 我给它的名字改一下 点内母 是不是等于 啊 我叫等于这个123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它这个名字到底的会不会改 啊 名字换了 对不对 名字换了啊 那么很多同学就就就就这个地方就迷茫了 哎我这边到底怎么用呢 我去啊 这么多东西啊 啊 不是啦 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 而且它没有提示 路上里面是没有提示的 这APS没有提示的啊 好 那怎么办呢 哎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插件的东西 啊 比如说第一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要用 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给猫肩里面的东西啊 好 然后有一个插件叫babylua 有个插件啊 叫 lua 有个叫这么东西啊 叫babylua forvs啊 那么如果你们的vs用的是2017 这个地方是要废点周折的啊 啊 是由它是不能够直接使用的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插件 啊 babylua babylua 啊 啊 就这个 我使用这个插件 那么vs2012 2013 2015 这是都可以解决的啊 2013 2014 2015 你都可以找到的 直接下载一下就能使用 好 那么如果你是2017 哎 啊 它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那么呢 就是要需要将你的这个babylua 第一步 你看它的步骤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几步 下载插件 babylua 好 这个是for2017 for2017的解决方案 它没有啊 没有直接这个 for2017的 好了 你把20第一步就把2015给下载下来 第二步将这个名字 将这个名字啊 改成zip文件 将这个什么vs.zip 就是这个东西改成zip文件 好 然后 你看第三步 把它解压到这个东西去 啊 其实在这儿就解压到这儿了 加在这里面 这个lua里面你看看到什么东西呢 replace什么14点找到这个vsmanifest 点vsmanifest 在那 就是他 找他 用subline打开 找到这个14点 你看这个地方 为target 这个地方应该是你们下载下来 应该是14.0 你把它换成15.0 啊 只要看这里面15.0 啊 看的是这里吧 然后保存 啊 将这东西保存 保存了以后 将这个东西 再把它变成zip文件 再把它 打包成zip文件 啊 打包成一个zip文件 然后再把名字再改成zipvs出来 vsi6 vsix vsix 好 这样你就可以安装了 就是能够供你的207使用了 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好 你安装好了以后 在这儿 啊 在这儿 就会多出来一个叫lua的这么一个按钮 好 我们点击6lua project 对吧 这个第一个看到六块几个什么用使用2lua插件 这个地方是你的lua所在的母录啊 这个玩意儿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填上一个lua 其他都可以不用填lua工程的名字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 我这个地方的lua的 看我们是在桌面上 1707 桌面 桌面 teacher teacher 1707 project set里面 project 好 set里面 一个叫lua的东西 在这儿 好 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叫 起个名字吧 随便起个名字叫teacherlua 好 这样点击OK 在这儿就多了一个工程文件啊 多了一个工程文件 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儿 把关掉 这里面的东西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直接的使看查看了啊 那么这样就将这个lua就是lua 这里面的lua将工程里面的这个lua 在这儿 将这个lua 哎 这里面的东西就可以在这儿vs里面的工具查看器里面去观察去看了啊 好 如果你把这个工程给关掉 哎 关掉 如果会丢失啊 就这个这个工程会不会丢失 再打开 我看会不会丢失啊 我这个没丢失 如果会丢失 怎么办呢 你又选择右键 哎 添加现有项目 添加现有项目 如果会丢失啊 添加现有项目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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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项目 将我的这个你看 这里面会生成一个叫teacherlua 点project的东西啊 你把这个点击打开就行了啊 这样 它已经在你这个目录下面 在你这个目录下面 肯定生成有这么一个工程文件 好 那么在这儿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这里面进行编辑 它 你只要在写的代码里面 它会有一定的提示啊 有一定的提示 就你写过的代码里面会提示 那么好了 没有写过代码 怎么怎么去做呢 啊 如果万一没有提示 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去做 哎 看到 我们在c下里面写一遍啊 比如说 哎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查找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给这个物体 哎 gameobject的 点A的 啊 我们是有一个 是不是 点A的 component 哎 A的component 啊 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 啊 这个地方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Lua里面没有范形啊 Lua里面 不能有范形 记住了 范形 好 像我这个地方 A的component 这个地方是不是填那个范形啊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是root self 我要添加这个脚本 就给这个物体身上添加这么个脚本 好 我们不能这么去干 哎 它里面又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API 叫A的component 我们用这个方法的重载 用这个方法啊 才可以啊 所以说我们要换 记住了这个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不能有 然后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怎么写呢 gameobject 叫A的component type of root self 其实还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AP 啊 什么 啊 system type 啊 啊 type type 啊 啊 没有没有这个块 好 好 这样 其实也是可以 在这个物体身上 调文这个脚本的 啊 记住了 如果所有的东西的话 哎 你把这个地方给拷费过来 我们叫契换啊 将这个东西给契换成它 其实有两种API的 契换一下 契换 契换成下面的东西啊 啊 Lua里面不能有范形 啊 好 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 哎 你把这句话 把这句话给拷费过来 如果在Lua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使用 我就把它拷费过来 在Lua里面敲一遍 有提示 那在这里面没有提示 好 我们怎么办呢 我就在这写 哎 这个gameobject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cubeobject 对不对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类方法 对不对 不说是是对象方法 对不对 那么用点还是用冒号 冒号对不对 要换啊 你不能用点了啊 你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啊 对象方法 静态方法 什么静态方法 是不是在 比如说我们在Lua里面 gameobject 点 可以的 这样出来的是不是 静态方法 对不对 才能用点啊 才能用点 啊 那么像对象方法 你要给毛病点 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必须要换换一下啊 换成冒号 这游戏注意了啊 点和冒号 很多人都啥啥分不清楚啊 好 好 现在呢我就将 这个cube身上加上一个road self 然后这点啥也没干 好 现在我们就再来试一下 好 再给他 看我们来看一下 他身上是没有road self 这个脚本吧 还有我们给他 换了个名字 一二三 还给他添加了个脚本 叫road self 好 这样你看到没 这样就是 第一步你首先得注册进去啊 在customer site里面注册一下 甚至RAV文件 第二步你就在Lua里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东西了 就可以使用这个road self了 所以说这样一注册进去 它就是一个全局方法 全局类 我说了注册的线都是全局的 那么这个东西 哎 我们返回来的东西是不是也是一个 是 这个东西是返回来是什么东西啊 Tample Road 是不是这个脚本的对象对不对 对象啊 他这样 cube add component 你看呢 这返回来是什么东西啊 返回来是一个component 对不对 那代表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road self本身啊 好 现在我再给它 是不是里面有这么一个脚本 有这么的东西吧 我再给它添加一下 transform.road 我让它旋转一下 旋转 第一个是vector3.up 第二个旋转 60度 好 我添加了这么个脚本啊 添加了这么一个东西 哎 我们说了 只要这个名字没变化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 就不用rap啊 如果你的东西变了的话 你就需要rap 啊 就说这个c下部脚本的方法的名字参数没有变 那么你在lova里面就不用generate all 如果你的方法名字要携带一个参数 那么你就需要generate all一下啊 因为此时此刻我没有换 我只换了这个方法里面的里面的内容 没有变名字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使用 哎 我在这怎么使用呢 哎 他是一个方法 是冒号啊 里面有一个什么方法 road方法 对不对 哎 我就road一下 啊 这样就直接使用了啊 宣断了 60度对不对 嗯 旋转60度啊 这已经旋转出来了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零度啊 零度啊 零度啊 虽然60度啊 啊 ok 他一直在添加 一直在添加啊 road 因为我这个地方有 你就这update 在一直在添加 所以说他就一直在这个这个地方一直在执行啊 啊 start里面 所以说他一直在添加 啊 啊 他一直在添加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start嘛 start一直在添加吧 对不对 给猫接着点A的component吧 他自己又给自己添加 自己添加又又运行嘛 这样就没了吧 对不对 嗯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卢瓦 怎么样去调用C下谷啊 啊 卢掉C下谷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